由于贸易战力空警报稍微解除,市场避险情绪较浓,所以最近A股波动频繁幅度大,市场暂时很难形成连续反弹行情,昨日刚来个探地回升,今日又来一亿棒,创业版昨日反弹到1610时,在群里提示了连续反弹的要做版体,按节奏操作问题不大。 昨晚分析提示,今日大盘小幅冲高后继续回落,实际走势也是早盘小幅冲高一下便开始震荡回调,创业把周二到线反弹到1610附近后,金低开后开始调整,收盘大跌2.58%,盘面看,今日个股率都红少,涨平38只,跌平45只,弱势行情,领涨的是黄金概念。 资金进去避险,晚上复盘看到这两天涨浮好的个股,是超跌底部开始放量的小盘股,一些小盘股已提前启动反弹趋势,重心不断上移。 这种情况往往是上方套牢牌,大部分已被醒下来,换新装入住。 7月5日大盘探底回升概率大,大盘支撑2738附近,压力2800附近,创建版支撑1550附近,压力1600附近。 明早杀跌可以买入做正体,中限时无以可以低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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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